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24岁港星冯莹莹2016年以香港小姐冠军之姿进入演艺圈,她平时说话枪辣,勇于发表个人见解,日前在节目中提到,女生若驾豪门,会被说是吊金归序,是鸡,妓女,还是公策。 言此引起网友炮轰,左右改口,自便当时是在为女性发声公策论引起话题,2010年的季军港姐装司明施则,作为艺人不应该这样说,会影响其他人,会彻底影响港姐形象,会搞到好chip。 冯莹莹事后解释,是想替女性发声,她认为大家有权选择幸福,但总是有人以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女性,觉得网友的攻击字眼太过火,这次引起大家讨论,都可以看看电视尺度到哪边,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讨论。 冯莹莹,翻射自脸书,冯莹莹,翻射自脸书。